我認為是為民主主席的好日子 我認為是為美國的好日子 美國其中選舉結果讓總統拜登堅持重度 因為民主黨表現勇於預期 雖然都失聯邦眾議院 但保護參議院的主導權 我已經準備了我的民主席同學們 美國人們已經清楚 我認為他們也希望民主席同學們 準備了我同學 今年美國其中選舉 參議院100席改選35席 眾議院435席全數改選 共和黨取得眾議院多數達過半門檻 參議院競爭更激烈 民主黨險勝拿下100席中的51席 在拜登民調低迷高通膨和經濟衰退因素下 能有這樣的結果 對民主黨來說已經是取得勝利 現任美國總統通常會遇到的其中考驗 都沒有辦法像拜登選的這麼好 他是近年來帶領著執政黨選的最好的 一個美國現任的總統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 拜登總統這一次的其中選舉 等於是為他自己打了一劑強心針 參眾兩月至少民主黨還能守住參議院 代表的是共和黨如果想要在所有的法案上面 跟拜登作對 都會有一個參議院來為拜登把守到最後一關 而現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也將交報 明年開始下個任期 議長大衛將由共和黨掌握 但當你明天醒來 我們會成為最大的 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 很有可能取代裴洛西成為下一屆眾議院議長 而紐約中眾議員傑佛瑞斯也將接棒裴洛西 擔任眾議院民主黨領袖 這也是美國國會史上第一位非議黨團領袖 拜登的其中考試過關 前總統川普成為最大輸家 背書的共和黨候選人接連敗選 外界預期的紅色浪潮並沒有出現 政治專家分析 關鍵在於民主黨拋出的議題切中民眾新生 成功擋下紅潮 我的選擇 近期美國最受到重視的話題 其實在國內是墮胎問題 尤其是因為這個大法官會議 做了一些重要的裁決 讓墮胎權引發了各地的爭議 而且在南方各州也是共和黨執政的州 看起來對女性的權益保障 並不是做得非常好 讓女性的選民感到非常的失望 甚至是反感 在民主黨整個的所謂的美國的經濟狀況 不太理想的狀態之下 共和黨還沒有辦法可以在國內的議題取勝 這是他們在議題設定上錯誤的第一步 但是為什麼紅色浪場沒有成形 反而變成了一個紅色的漣漪 紅色的泡沫 主要第一個當然就是拜登的確在他的這個法案的推動上 採取能夠有效的通過一些抗統統的法案 川普本身也引起共和黨內一些比較溫和人士的擔憂 他們也擔心如果川普再重新出來選舉 共和黨還是沒有辦法順利的奪回白宮 川普在大選失利 但無損他二度問鼎白宮的決心 將爭取代表共和黨投入2024總統大選 不過目前聲勢大好 連任成功的佛州州長德桑提斯 就被視為川普的最大勁敵 如果說川普這一種背書的能力受到削弱 再加上比如說佛州的這個新的州長德桑提斯 他的這個崛起 他的年齡又比川普要小很多 小二三十歲 這是等於是完全是新生的一代 那我覺得就共和黨內部來講的話 要提出一個能夠這個當選 而且年齡比拜登要小 讓人家感到有新希望的人選的話 我覺得德桑提斯說不定會是 共和黨內許多人心中在想比較適合的人選 美國兩黨對2024年總統大選各自盤算 民主黨打了漂亮一仗 拜登也開始談連任計劃 我們也可以看到拜登總統這一次出訪的時候 特別是到G20印尼去訪問的時候 會見很多外國的領導人 包括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我們看他非常非常的輕鬆 我覺得就是他對他在競選連任 至少黨內來講 現在就比較難以有人出來挑戰他 而且共和黨裡面 因為所謂紅色浪潮的退潮 那對他來講也是可以忠義和氣 美國其中選舉讓民主黨喜出望外 共和黨紅腸位起 選民的鐘擺效應讓2024的美國總統大選 增添更多變數 TVBS新聞陳建里劉彥勳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歡迎收看